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话院士 倾听院士们的经典子 助理我是 高质量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立善开展 潮善传统节制调研交流活动 点赞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 推动汕头民间文化工作更上一层楼 2月8号到9号 南澳科学会议在汕头南澳岛举办会上 省委常委副省长王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谢金城 中科院前研局副局长刘晓军 省科技厅厅长龚国平 市委书记温战斌 市长曾锋宝等领导 与来自省内外有关高校和科研院所的20名院士 及40名专家学者共同见证南澳科学会议 这一高层次基础研究学术交流平台正式接牌启动 王熙在致辞中指出 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精神 按照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要求 一体推进教育强省 科技创新强省和人才强省建设 加快构建全过程创新生态链 南澳科学会议是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 加快推进基础研究建设科技强省的重要举措 希望南澳科学会议主办承办单位 认真谋划精心组织 搭建起国际化专业化高端交流平台 吸引全球人才开展更多学术交流 产生更多原创性成果 努力把南澳科学会议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基础研究领域 学术性研讨会的高端品牌 省科技厅要加强对南澳科学会议的支持和指导 引进更多基础研究领域重要议题 产生更多助力广东科技发展的基础研究成果 扇头市要充分发挥环境资源优势 不断提升极具高端创新资源能力和学术影响力 加快打造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枢纽节点城市 为广东乃至全国基础研究 与科技创新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 公国平代表省科技厅 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东科技创新工作的各界人士 表示衷心感谢 他指出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工作 坚持把基础研究摆在全省科技创新工作的突出位置 推动基础研究整体水平稳步提升 南澳科学会议坚持自由开放严谨的原则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加强与国际国内高端创新资源对接 必将在支撑我国科技强国建设 引领全球创新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希望各方合力办好南澳科学会议 全面强化粤港澳大湾区的基础研究学术活动 加快把大湾区建设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基础科学研究和原始创新高地 省科技厅将秉持南澳科学会议初心 加强组织协调和资源配置 力争将南澳科学会议打造成为自由开放的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和学术盛会 温展斌代表汕头市委市政府向立会领导嘉宾表示热烈欢迎 他指出 南澳科学会议的举办将搭建起广大科学家增进学术交流 启迪创新思维 永攀科学高峰的广阔舞台 聚集创新资源 为汕头坚定不移走好工业历史产业强势之路 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迎头赶上提供重大机遇 汕头市委市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南澳科学会议提供软件硬件支撑 为广大来善院士专家开展学术技术交流创造更好条件 提供更优服务不断提升南澳科学会议的学术号召力与影响力 进一步后执科技创新底色打造区域创新中心 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应有贡献 南澳科学会议由广东省科技厅山头市人民政府主办 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委员会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承办将对标香山科学会议与双清论坛 聚焦国家和地方发展重大战略需求 集聚海内外基础科学和科技战略研究领域的顶先科学家和青年科学家 开展自由研讨激发创新思想推动科研范式变革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层次基础研究学术交流平台 国家有关机构省市有关领导参加活动 南澳科学会议期间还举办了国家基金委基础科学中心研讨会 广东高校学科建设工作研讨会 广东省基础研究工作研讨会等多场会议 南澳是广东省唯一的海岛县 是全国生态示范区 全国首批12个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之一 也是广东省滨海旅游示范景区 近年来 我是利用南澳丰富的海洋资源 发展海域生态养殖 推动海岛生态环保与文旅融合发展 这两天 参加南澳科学会议的省市领导和院士专家 深入南澳生态示范养殖基地 丰利发电厂等地考察调研 了解海岛资源优势 为南澳海洋养殖业高质量发展 出谋献策 在青澳湾穿过自然之门 大家感受海天一色的壮美景观 在深澳镇生态示范养殖基地 多彩生态福球构成一幅绚丽的海上牧场图景 这些福球用来固定和悬挂生蚝苗 通过有效控制养殖密度 生蚝绿水时间 提高生蚝产量和质量 生态福球采用PET环保材料 可降解多次回收加工重复使用 还具有水位警示作用 这个海洋里边的一个养殖 哇 非常的壮观 就拿这个来说的话呢 这里它是面临着的这个两个问题 它要去做的 第一个呢 怎么样 把这个海洋的养殖业做好 但是呢 要实现高质量的一个发展的话 它要去做的话呢 除了这个产量的提升 但是它的这个质量 就是个视频安全的水平 怎么提高 就是使我们的海洋经济呢 能得到更高的一个复加值 可以把它的病原菌 比如像富龙血腥腹菌 还有这个弄乳病毒 你把它弃除掉它 它有些现在的这个高技术呢 已经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使你们的这个这个复加值 它就马上上来 这么好的条件啊 这个四面黄海啊 这个是独天独厚 得天独厚的这个环境 然后它可以提供一个 就是很优美的环境 这个吸引游客 发展游业 还有这个像游业啊 这也是可以发展 那个养殖业 海洋养殖嘛 考察调研中 院士专家对我市和南澳县 充分利用海岛自然资源 探索发展海上风电发地 深海养殖等产业 给予肯定 并围照如何发展 深海养殖产业 打造海上牧场 提出见解 南澳的地方 当然是非常漂亮 这个有这个 这个海岛的分官啦 跟我们这个香山会议 跟酸青会议的论坛 基本上都在北京举行呢 这个地方实际上 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我相信将来 这个平台会越做越大了 对 那么会吸引更多的科学家 到这来参加会议了 像深海要产能 这个今后可能 南澳这一块是 今后发展深海养殖 这一块是很好的一个 发展方向 深海养殖 根据前海近海养殖 肯定是成本要高多了嘛 所以你只能养殖一些 名贵的一些 金枪鱼啊 这些都是高副价值的 这样的话 对我们海洋的环境 能够减得 影响减得最少 现在技术上面 应该可以成熟了 南澳的话 这个地方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海岛 这种禀赋很好 下一次我们很快就会 做一个与养殖有关的 这个南澳会的议题 那么帮助南澳的 这个养殖会有 提供一些帮助嘛 南澳科学会议 大咖云集 来自科技部 中科院 国家基金委 以及广东省科技厅 基金委 省内外高校 科研院所的专家和领导 等六十余人 参加会议 增进学术交流 启迪 创新思维 助力我市高质量推进 创新驱动发展 会议期间 汕头融媒集团记者 采访了部分参会院士 为汕头的发展 把脉支招 本台今天起推出专栏 对话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华南理工大学校长张力群 在橡胶领域的科技研究 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方面 做出突出成绩 张力群对南澳科学会议 在汕头启动 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南澳科学会议 未来有望发展成为 对标香山会议 面向国家战略 以及科技前沿的一个 高端会议品牌 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为会议的举办地 汕头要善于利用会议的 各方资源 加强基础科学研究 助力走好工业立志 产业强势之路 初次来善 张力群对汕头经济社会发展 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 及生态治理成效 印象深刻 我是第一次到汕头 我觉得首先感觉到 他自身的经济发展速度 我觉得还是非常令人震惊 特别是一个大桥 作为一个支撑发展的 一个重要的点 炼江治理污水 然后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觉得整个体现出 这个汕头市政府 汕头市政府这种务实 这种撸起袖子加油干 这种贫薄这种精神 张力群认为 南澳科技会的举办 表明广东对科技创新 以及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的重视 释放出创新驱动 引领支撑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信号 它对标这个香山会议的 所以极具一些人才 极具高端人才 面向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 还有科技前沿 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科学 看似是一个科学会议 但实际它背后是对科学的价值 对科学研究的支撑性 对这种认知的很大的一个提升 我觉得将来这个南澳科技会议 如果按照这样办下去的话 应该能办成 首先办成一个品牌的会议 能够很好的能够支撑 广东省的社会经济 这个科技的发展 而且能够对国家的这个发展 能所受大的这个贡献 一个地方的发展 关键靠工业 基础在产业 当前山头正以实体经济为本 坚持制造业当家 深入推进工业力士 产业强势 增创新优势 激发新动能 张立群认为 山头布局三星两特 一大产业格局 与资源 能源 环境 生命健康 等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息息相关 南澳科学会举办 将有助山头加强基础科学研究 助推工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这么高端的一个会议 影响力这么大 能放在这个山头上 这个地方来讲 首先我觉得 对我们山头这个影响 在全国的影响力的扩大 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 那当然你这个对 大家对山头的 如果认知越高的话 那肯定方方面面的 这个发展和资源的急剧 那肯定也是有一个好的助推作用 可能对你的整个方方面面的发展 也会有很大的推动 常凯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超金阁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它在半导体量子结构物性调控 特别是半导体极性界面 窄能系半导体自旋轨道偶合 和新奇量子相探索等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 原创性成果 他认为 南澳科学会议是一场 云集高端科学人才 瞄准国际科学前沿的 基础学科学术交流盛会 对地方基础研究和长远发展 将会产生重要影响 长凯院士对研究型大学广东 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国际合作 办学模式给予高度评价 他认为 汕头大学广以理工学院 以及化学与精细化工广东省 实验室等高校和科研平台 在培养国际性人才的同时 对汕头乃至广东产业高质量发展 也产生积极作用 南澳科学会议 也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希望它将来能够办成一个 非常大的 像国际性的这种交流会议 来自不同的国家的这些学者 对吧 来看到这个地方 他们来到这个南澳岛 或者汕头市对吧 他们会有自己的建议对吧 南澳的科学会议呢 还是一些属于基础学科的 对吧 像未来呢 可能可以向这个应用学科呀 其他学科拓展 这些学科的那些杰出的学者 就会我想会为汕头的发展 和咱们南澳岛的发展 提出很好的建议 近年来 汕头依托汕头大学 广以理工学院 化学与精细化工广东省实验室 等高校和科研平台 打造区域教育高地和创新中心 着力提升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能级 目前化学与精细化工广东省实验室 原区已启用 汕头大学东海岸校区启用后 以一体多艺新布局 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 光影理工学院 则是我国目前唯一所理工科 中外合作大学 学院目前设有化学材料 生物数学机械等方向的六个专业 南校区一期项目已通过验收 二期项目正在建设中 程凯院士认为高校与科研平台 可与地方产业深度融合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赋能地方经济发展 很快这个规模会发展起来 它的学科专业也会拓展 我想这些学科专业 它会有些像应用方向的学科专业 我想会带动汕头市的一些产业发展 你比如说可以在汕头大学 还有这个广乙周围 有一些科技园区 他们孵化出一些公司 科技公司 甚至是独角兽公司 这样的话就能够带动汕头地区的经济发展 今天出版的汕头日报发表新闻时评 题目是播种南澳播种科学新春天 评论指出 北有香山南有南澳的学术交流新格局 是南澳科学会议的目标和愿景 只在中国南部打造一个自由开放的 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和学术盛会 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提供基础支撑 南澳岛的以拟风光 孕育着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 汕头市尊重知识 重闻众教的社会环境 拨下了创新的种子 科技创新的强大动能 正在这片热土上不断萌芽开支 这个高级别高规格的学术交流品牌 落户南澳 必将迸发出最鲜活 最富灵性的智慧火花 也将助力汕头进一步提升 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 吸引更多重大科创项目 在汕头开花结果 助推汕头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本月4号到8号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专家组 立善开展 我们的节日 潮汕传统节日调研交流活动 对我是传统节日民俗活动 古村落等进行实地调研考察 对我是春节元宵期间 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 挖掘地方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和价值 营造欢乐节日氛围 给予充分肯定 专家组由中国民协副主席万建忠 李丽娜 郑图友 中国民协分党组成员 副秘书长李倩带领 省文联党组副书记 专职副主席吴华钦 陪同参加相关活动 副市长王雪竹出席交流会并致辞 专家组一行先后深入 豪江 京平 承海三个区七个乡村 和朝博中心 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 陈慈宏故居等地 参观元宵民俗活动 实地调研了鹰歌舞 骆驼舞 七零舞 等富有潮汕特色的动物舞蹈表演 以及流光溢彩的油花灯 和寓意丰富的赛打猪等民俗活动 观看了一世隆重的文艺巡游 现场体验了灯迷 剪纸 潮剧 朝圣大锣鼓 化妆游行等 传统民俗文娱活动 作为一种民间舞蹈 鹰歌舞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和民族精神 是朝圣文化的重要代表 今年春节 朝圣鹰歌表演更是以刚进 奔放的舞姿和威武豪迈的气势 火爆网络 鹰歌舞它能够非常的热闹 能够表现一种很振奋的这样一种精神状态 这个让人家感觉 这个特别是在春节这个阶段 感觉到很喜庆 很令人振奋 这个是这种形式上 那么从内容上来看 鹰歌舞它实际上 我们是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挖掘的 挖掘的比如说 它对这个鲁家文化的一种推崇 鲁家文化推崇 那么它背后实际上是包含着很强的 爱国爱民的这样一种精神 这个全国的这个春节的起俗当中 应该说是占据很重要的这个位置的 作为文化部门啊 作为我们学者 应该要挖掘其中的一些内涵的东西 它一种文化的遗存的这个东西 此次调研交流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 等30多位专家学者和文化大咖组成 在我是举行的传统节制文化交流座谈会上 专家学者畅所欲言 发掘研究潮汕传统民俗活动的深刻内涵和现代价值 积极为潮汕民间文化的传承发展建言县策 着力推动潮汕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不管是巡游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个都是很多青少年参与 这是一个可持续的 这种感染力从他幼小的心灵就接受了 就灌输了 这些都是一个传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制 很好的一个土壤 所以让我深深地感觉到潮汕的这种节乐文化 它又很强烈的可持续 它的土壤 文化土壤是极其肥沃的 我觉得有一种口号可以提出这么 比如说这个潮汕你要过年 你要过元宵到潮汕来吧 这里这个气氛 年味的气氛 节的气氛是最浓郁的 我觉得潮汕的这个民俗活动 尤其是元宵节这个活动 它是在国内就我所见 它是非常有魅力的 而且是非常具有爆发力和震撼力的 这种传统节日活动 如何和现代的文明实践 也就是说新时代的文明实践 能够结合起来 是吧 把这个现代的文明价值观 能和我们传统节日的那种优秀的价值观 能够融合起来 能够发掘出来 能够结合起来 那这样的话 可能更利于就是传统节日的可持续发展 这种活动的顺利举行 为喜庆的杨修杰 增加了特别的耐行 谎与中华民协 省民协和庄家们对潮汕文化的重视 这必将推动 上到民单文化工作 更上一层龙 2月9号 市创建办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赴龙虎区 对该区农贸市场 及周边环境卫生 加东秩序等进行暗访督查 专项督查根据我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 和创建办在历次智常暗访 和专项督查中发现 旅都不改 旅整无效的问题市场 进行回头看和跟踪督办 同时也对一些文明创建各项工作措施 落实比较到位的农贸市场进行复查 督查组前往诸河综合市场 荣江路龙湖综合市场 景泰市场 欧厅综合市场 棚中市场等 重点检查农贸市场 整体经营环境 基础设施等情况 对照文明创建标准检查 公益广告宣传 基本信息公示 市场人员管理 基础设施建设 市场环境卫生 市场交易秩序 市场消防安全 及市场周边等重点事项 督查发现 诸河综合市场外围 有无牌照机动车乱停 干货店铺出店经营 早餐店三房措施 落实不到位 有流动商贩 乞讨人员 个别商户公益广告 脏屋 有乱掉挂现象 有吸引者抽烟 机动车随意停放 永远牛肉丸店门口 有飞线充电 灵机熟食摊档 三房设施不落实 市场出入口 有商贩 站到经营 摩托车 单车进入市场 诸河市场内 卫生保洁 情况较差 下水道 没及时清理 乱掉挂等 六乱现象较为突出 个别熟食摊档 三房设施 落实不到位 市场通道堆积杂物 有一小时店 在店外洗碗 供侧无设置 防滑措施 粘贴有nobition广告 中江路龙湖综合市场 中江市场 总体卫生情况良好 但有流浪狗进市场 建筑废料 没及时清理 垃圾桶标志 设置不规范 警态市场 控烟落实不到位 垃圾桶标志破损 公益广告破损严重 个别商贩 乱掉挂等 六乱现象突出 众多熟食摊档 三房设施 未落实到位 市场周边 有五排摩托车乱停 墙角有蜘蛛网 针对本次督查发现的问题 督查组要求 属地和相关职能部门 立即整改 并加强市场巡查 同时 加强对市场内商户 和消费群众的教育引导 紧盯重点 压实责任 对各农贸市场 及周边 要持续开展 环境卫生等 专项整治行动 为广大市民 营造一个 整洁舒适的购物环境 好观众朋友 这次的汕头新闻节目 就播送完了 获取新闻资讯 请关注汕头新闻 视频号 公众号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